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26集 被划去的是鱼醉的名字 报纸上的报道没有表彰个人 只给反爬队 寄集体三等功一次 而省厅授予的功劳 含金量可没那么高 有意见吗 小吴 你等会儿再来哪 秘书出去了 李卫国拍着巴掌 为鱼醉叫躯 我觉得你做事有点过分了 从机场开始 第一个嫌疑人是他找出来的 第二个嫌疑人也是他找出来的 首犯黄解放也是他最嫌找到的 不能因为黄解放提前向马丘林自首了 就抹杀人家所有的功劳吧 不是我说他们呢 民航分局什么事也没办 七队 特警队就跟着马丘林 却把人抓回来了 这不让人寒心吗 老李啊 基层这一套你不懂 就别瞎掺和了 不怎么就不懂了 民航分局什么编制 也看门脸小 正处级单位 分局长和我是平级 特警支队什么单位 支队长和我也是平级 反爬队什么单位 比派出所还低半级的 怎么着 把他们排到头一位 让其他人寒心啊 嗯 许平秋的话把李卫国问懵了 自然不行 要那样的话 寒心的人更多 这其中需要一个平衡 需要不同单位之间的一个平衡 李卫国被问住了 许平秋拔着笔帽 签上了名字 李卫国还是有点不忍 那 可总不能因为搞平衡 就打压人家反爬队吧 没打压 不记了个集体三等功吗 可是个人功劳一个也没给啊 我倒是想给 可总不能让他 把特警队的七大队的老同志 押一头吧 尹南非王重生 可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了 你把个毛还没掌权的新人压他们头上 他们撂挑子更不好办呢 那这个新人撂挑子 不也可惜了 我就觉得这个小同志 简直是个神探 那么蹊跷的事 都被人捋得一清二楚的 还摸到黄姐放家里了 这事别说见到 就是听着也觉得玄乎 李卫国有点惊讶 他毕竟是内勤 无法了解外勤那些看似神秘的手段 这个你不用担心 他一直就在撂挑子 我要告诉你 他是被下放到反爬队的 而且警校没毕业 就被破格授予三级警司嫌 你一定不幸是吧 不可能啊 这怎么可能啊 许平秋不多说了 拉开抽屉 拿着一本夹子 手一拍 问着李卫国 你非要刨根问底 那我就得给你看了 不过 得经过崔厅长同意 不看了 是特勤荡案 李卫国一下子眼睛睁大了 凛然了 白白手 然后一言不发 掉头就走 省厅行侦和特警中 都有培养秘密身份的特警 用于处理一些特殊的案件 这种绝密的事情 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 许平秋得意地笑了笑 翻开了夹子 空的 又合上了 塞回了抽筒 这招空成计 真真假假 他用得早就纯熟了 否则你无法打消别人 强烈的好奇心 再又一次看文件时 他狐疑地看着报纸 现在回想 似乎对几个关键的节点 连我也想不明白 所以然 不独于醉 在暗清大白时 退居其次 连马丘林也成病 再没有出现过 对了 为什么黄解放单单向马丘林 投案自首 这其中 一念至此 许平秋敲着电脑 找着旧案记载 太久远了 没有形成电子文档 他又联拨了几个电话 终于在经手本案 刚刚完结的引南飞处 证实了他的猜想 黄解放第一次入狱的 经办民警 就是马丘林 哦 这兔小子 学得真快啊 把老马的底子都露出来了 针破上的能人不少 马丘林就算一个 但是此人已经心灰意烂 很少再参 就硬调他 他也是德国且过 而现在 许平秋似乎发现了一个 能与马丘林比肩的替代品 否则他找到黄解放 就无法解释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苗子呢 原本想把他 扔在反爬队受受罪 坐坐冷板凳 在围以他人 已经经历过阳城那一单大案 这样的人才 肯定会要用武之地 可谁知道 他到自己找到用武之地了 这个人到底该怎么用呢 此时此刻 鼠标放下手机 他接到莱文的邀请 虽然不介意去吃一顿 不过这两天心情实在不怎么好 累了几天 屁点好处没捞着 回队里检查照显 而现在吧 刘队长要求更严格了 不让我们三人结伙了 非给我和二冬一人 安一个组长的命头 让我们带着人出勤 组长不算长 放屁都不想 就应个名 补助都不多几块钱 实在有违我从警的初衷啊 哎 二冬 我过来 鼠标换着刚从外面回来的李二冬 这货又抓了个毛贼 一看他年纪还小着呢 眼光躲闪着 人瑟瑟发抖 鼠标下楼一瞧 很不客气 这才多大点孩子 吓成这样 你有点同情心没有 同情 你问他干什么了 才高二年纪 偷了十七辆山地自行车 全卖到上网去了 十三中报的案 一直丢车 窝了好几天 才抓住这个内贼 这么小就会搞钱了 有出去 警察叔叔这么大的时候 还不如你呢 去去去去 说什么呢你 带你去 李二冬烦了 叫杨江带走了人 看李二冬也是一副 百无聊赖的样子 鼠标拉着他 来文请咱们吃饭 去不去 不去 最下作的居然不爱吃了 鼠标惊讶地一把 拽着李二冬 上上下下瞅着 这是咋回事呢 你啥时候进化了 连吃都不爱了 去去去 烦着呢 刚被队长在门口 逮着训理的 把我的大杀器没收了 说以后我再用辣椒精 直接给我进处分 靠 抓那么多贼的时候 怎么没人说 咱们干得不对啊 鼠标细细一问 感情是哥俩审人 无往不利的绝招 已经曝光了 不但李二冬 惯用的水枪 灌辣椒精射人不行了 鼠标用痒痒粉 也勘余了 你说这整呢 俩人满打满算 就两把武器 他全都给禁用了 能不郁闷吗 算了算了 瞎混着呗 去吃呗 来牛队咱不错 叫上员啊 他我在家里 郁闷几天了 出来晒晒太阳 好嘞 鼠标掏着电话 联系着余罪 自从黄解放被 特警和民航分局 积压 案子进入正常流程之后 余罪就不正常了 矿工两天 请假三天 都没来上班 你打电话就一句 烦着呢 不想去 天偏这家伙 队长和副队长 都给面子 烦着就歇两天呗 鼠标电话打通了 不过一两句 就被挂了 挂了电话 他火有点大 表情僵在脸上 怎么了 还烦着呢 烦倒不烦 他说光吃有猫用 又没女人 不去 你们这货 现在怎么 越来越流氓了 也不算流氓吧 这是最接近真相的 一个推理 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 你们这一群流氓 李二东这一句 把鼠标说震惊了 鼠标一把 把这货推到一边 此时的余罪放下电话 又夺步进了市公安局 犯罪心理研究室 重新坐回了 马丘林的对面 老马的眼睛 从档案上收回来 看了余罪一眼 又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 是吧 这是第七次来了 两个小时了 本来憋着话要说 不料马丘林是个慢性子 你等着 下班再说 每次余罪几乎憋不住想说 老马总是岔开话题 似乎他已经知道余罪要说什么 当然余罪觉得他应该知道 因为他现在也知道了 马丘林就是黄解放 第一次入狱经办的民警 而相比杜迪所说 此时余罪不得不戴上有色眼镜 重新审视给他第一印象非常好的马丘林了 于是他也安之若态 号上了 你不理我 我就等着 有些话得说清楚 否则憋在心里难受 黄解放的罪被定死了 口供 现场 物证都指向他 但余罪知道不是他 不但他知道 他觉得很多人都知道 可偏偏要把罪名扣在那个 行将就木的老贼身上 同情吗 这种人不知的同情 可不同情 为什么要觉得心里这么堵呢 多人小说剧 于罪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